朋友们都知道,全球航空公司的航班号一般都使用四位数字 前面再加上航司的两位代码 例如CA1801、CZ3000等 咱们之前还介绍过航班号通常都是成对出现的 比如CA1801和CA1802是一对往返 还记得与CZ3000结伴的是哪个航班号吗? 应该说,这套航班编号系统简洁高效 所以全球众多航空公司都已经正常使用了多年 不过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想过,四位数字会用完吗? 航班号码会不会像当年的千年从问题一样出现资源枯竭呢? 你还别说,现在在美国就真遇到了 主要是因为美国航空的飞机太多,航班太多,现在没有资源了 其实中国在早年间也遇到过航班号码资源枯竭的问题 因为20多年前那会儿是按照数字号段来分配航班号的 比如国航使用一级级级,东航使用二号段,南航使用三号段等等 当时不必加二位代码就能区分航空公司 所以这样做每家就只能开通一千个航班 随着民航事业的发展,很快就不够用了 于是大约在2010年前后,修改规定说每家都可以使用一到九号段 但前面必须加两位代码 这样每家航空公司最多可以开通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航班 资源枯竭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通常情况下,一架飞机每天最多飞六个起落 也就是占用六个航班号码 如果1357和246分别直飞不同的航线的话 那就是12个 但大多数飞机不这么做 而且远程飞机甚至每天有一个号码就够了 所以平均而言的话 理论上一架飞机有五个号码是足够的 中国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是南方航空 有约660架飞机 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是达美航空 有约1000架飞机 如果按每架飞机使用五个航班号码的话 9999个资源池也完全够用 那么为什么美国航空现在会面临航班号码资源枯竭的问题呢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美国民航的效率比较高 每天的起落架次经常会超过六个 二是美国各家航空公司都有大量的共享航班 占用了几千个号码资源 三是美国航空旗下有许多支线公司 他们数量庞大的小飞机 每天乌嚷嚷需要号码资源也太大 美航旗下的美航之音 是现在全球规模最大的支线航司 当前拥有各型支线客机583架 此外美航旗下还有特使航空162架 PSA航空142架 三炉航空62架 加起来也净千架 这些小飞机玩短平快 航线多在一个小时之内 他们都使用AA的代码 因此需要的号码资源确实实在惊人 解决方案当然也不复杂 或者是升五位 或者是混合字母 或者再向国际航鞋申请一个新的二位代码 只不过几乎没有过同一家航空公司 用两个代码的案例 有Fail说 一节航空用过 他家的英国和欧洲航线分用两个代码 而且要让其他航空公司将这两个代码 认定为同一家公司 也需要很多的沟通协调 如果升五位的话 则面临整个系统升级的问题 全球许多民航系统仍然默认是四位数字 如果要求其他人都升级系统的话 动静有点太大 至于混合字母 现在其实也已经有了 它通常用于补班 比如说遭遇恶劣天气取消后 第二天重新飞的时候 有些航线系统 就会在航班号后面加一个英文 全球民航系统是一个整体 总之无论美国航空如何决定 都将会对全球产生影响 或许将它拆分变成两家小公司 各自拥有自己的代码 影响会最小吧 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下期见 among everyone